看微臣世界,勿佛法皮毛。大家好,这里是志祥看微臣,我是志祥。 杜鹑花是被子植物门、双子叶植物缸、菊类、杜鹑花木、杜鹑花科、杜鹑花鼠的多年生长绿或落叶灌木,广泛分布于亚洲、北美洲和欧洲。 全世界的杜鹑花鼠原种大约有1000种,种间的特征差别很大。 1753年,瑞典生物学家卡尔林奈·卡尔·王林,在其发表的植物种制一书中,第一次提出杜鹑花鼠的名称,同时划分出另一个鼠Azella,即硬山红鼠。 当时的主要依据是杜鹑花鼠的植物有10个雄蕊,而硬山红鼠植物只有5个雄蕊。 1834年,英国植物学家乔治·顿·George Dung,才正式将硬山红鼠并入杜鹑花鼠。 目前,世界上大多数植物分类学家似乎都承认这个决定,但争论并没有休止。 甚至在2023年2月,宾威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第十九届缔约方大会秘书处所更新的决定及决议中,杜鹑花鼠正式的生效日期要到2024年11月25日。 也就是说,从明天开始,重新修订后的杜鹑花鼠才正式被科学界认可。 杜鹑花是中国传统十大名花之一,被誉为花中稀释,具有很高的观赏和应用价值。 杜鹑花通常在春、秋两季开花、花鼎生、美醋花二至六朵、花冠斗形,有红、淡红、杏红、雪青、白色等繁茂艳丽。 我们现在就来看看杜鹑花的花粉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在电子显微镜下面,杜鹑花的花粉是由四个单体花粉以正四面体的形式排列成一个大的四核花粉。 整个四核体为圆角三角形,连接紧密。 单立花粉为球形或进球形,距三沟孔。 通过对杜鹑花属下不同亚蜀的花粉进行研究,人们还发现,除了百合杜鹑、杨植竹以及马银花的花粉具有明显的文式特征之外,其他类群的花粉形态特征相互重叠,不足以作为现有亚蜀的分类鉴定的依据。 因此,应该慎重应用花粉形态对杜鹑花属植物的特定种进行分类。 杜鹑花属植物化学成分亦非常复杂,主要含挥发油、黄酮类、香豆素类、贴类等化合物,这些成分在药用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比如,藏药中使用杜鹑花打理来治疗水肿、水土不适、肺病、支气管炎等疾病,具有很强的疗效。 在《月王药诊》一书中记载,达理主治龙病、吃巴病、蟹培根病。 此外,一些有毒性的杜鹑花植物也被人们开发成了天然农药,用于农田和仓库内的害虫防治与毒杀。 杜鹑花属植物以中药、中成药、腹方药等在临床上均有大量使用,大多数的杜鹑花有镇咳、瓶传、抗炎抑菌等药力作用。 杜鹑花的生命力很强,既耐干旱又能抵抗潮湿,无论是大太阳或树荫下它都能适应。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看。 喜欢请点赞、关注、点击小铃铛。 我们下期再见。 哦,观看人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